第171章 真正的刀意 天梭 好名字 你且将你的刀技施展出来 我看看 千锋华大赞一声 整个人似乎也精神了 不手 有这种前辈指点 敌九 岂能客气 天梭化为一道清蒙 带着一种要将空间撕裂的气势 批出 空间冰寒起来 一种风消消吸溢水寒的刀意气息 在空间炸开 这一刻 一切挡在他刀前的阻碍 都会被这一刀批为虚无 敌九一出手就是风削刀 风削刀是他自己感悟出来的一刀 碰 这一刀在射业天虚之底 划出一道青色的刀痕 刀是 止住 刀痕依然在虚空中残留着 两久 这才散去 敌九收刀后 很是满意自己的这一刀 不等虚空中的青色刀痕散去 敌九就一抱全说道 请前辈指点 千锋华 叹息一声 好刀意 好刀意啊 说完这七个字后 他摇了摇头 又叹了一声 可惜了 空有散乱刀意 没有真正的事 而且再这样下去 很难凝聚自己的刀势 散乱刀意 也止入烟花 看看而已 敌九心里一惊 风削刀 猎文刀 天目刀 是他最得意的三刀 现在他虽然还没有施展出后面两刀 可是风削刀一样 可以代表他对刀刀领悟的最高水平 他对刀意的领悟很强 怎么能说是散乱呢 千锋华的实力的确比他高出无数倍 可实力高是一回事 将他这种刀意说成散乱和指中看的烟花 这也太贬低人了吧 敌九有些不大服气地说道 前辈请看我的烈纹刀和天目刀 说我 敌九手中的天梭再次卷出 化为连绵的青色浪涛轰了出去 浪涛一道接着一道 一浪更比一浪高 最后撞击在虚空之中 溅出无数的刀芒浪花 刀意随着这浪花炸开 整个空间都充彻着一种刀芒气息 烈纹刀还没有平息下来 敌九的天目刀就落了下来 一道从虚空中落下的刀幕 就好像瀑布一般 那种带着些许规则气息的刀幕 席卷出去 空间发出炸裂声响 给人感觉 任何处于这种刀幕之下的事物 都会被撕裂成为碎片 前辈觉得如何 两刀过后 敌九再次问道 千锋华正正地看着敌九 两九才说道 你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刀客 甚至是最有领悟力 和资质最强大的盗修者 居然在原魂界 就触摸到了一丝规则 这简直害人听闻啊 敌九心里还是有些得意的 不过他也清楚 而是因为他拥有那灰色石头 还有那一道金色闪电 那一道金色闪电 天生就是亿万规则的源头 千锋华又是一生长叹 可以肯定你能越即战斗 甚至能战败一般的虚神经 这除了你的神念凝炼 和真元凝炼之外 你的这几刀也是重要因素 可惜啊 可惜 这是千锋华第二次说可惜 敌九也觉得不对了 千锋华是什么人 那是一招劈开一个 修真心球的强者 这种强者 说他的刀道有缺陷 应该不会错了 还请前辈请指点 敌九赶紧攻身 请教 千锋华眼神凝重地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应该是没有师父教吧 你修炼出来刀意 也感悟到了刀意 你可知道什么是刀意 你出刀的时候 想依靠自己的气意凝聚刀士 那我问你 你可知道什么是刀士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真元不是那么凝炼 你的神念不是那么强大 你这种刀意在别人眼里 就和小孩学语一样可笑 你这种刀意 也只能教训残破大陆的一些底层修饰而已 走出了这个残破大陆 你会发现 你比真正的天才差得太远太远 敌九脸色一变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 他因为修炼心合觉 有了星空脉络 真元和神念 这才凝聚 按照千锋华的说法 如果他没有修炼心合觉 那他岂不是和寻常修饰一样 感受到敌九心态变化 千锋华说道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我的话是重了一下 但是没有凝炼的真元 和强大的神念 你的刀意的确不算什么 所以也可以跃及 对敌 最多只能在原魂四层 对战原魂七层而已 而且绝对不会超出 涉业周边的五大星球 现在你先说一下刀意和刀势 敌九认真的说道 在晚辈看来 刀意就是出刀后的一种意境掌控 让自己的刀和周围环境融合起来 化为自然 刀势就是在刀意和自己的真元之下 对空间进行掌控 千锋华点点头 刀意的理解很是深刻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的刀意最多只是入门 如果你不了解刀意的更深层次 随着你修为提升 你的刀意很难再进一步 当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 你会发现 你比别人强大的 也是有限 不是真正的星空强者 我所理解的意境 分为入门 小床 大床 圆满 巨事 你刀意散漫 充其量 不过是入门层次 原因不在你 而是在你没有师父教 也没有真正系统的刀道法技 一切全靠你自己摸索 你再有天赋 也无法将无数人摸索了无数年总结出来的精华 再一次总结出来 弟子受教 听了千锋华的一番话 敌九就感觉到自己眼前豁然开朗了一般 他学东西很是灵万 找到好的法技 然后就修炼感悟 感受到了一种意境 立即就融入自己的刀道当中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程度才是修炼到差不多了 也不知道什么是循序渐进 千锋华给他的指点 这一等于师父指点弟子了 敌九对千锋华的尊敬 是发自内心深处 千锋华再次说道 我不修刀道 也没有刀寄给你 但宇宙中一切意境都是类似 无论是你的刀意 还是枪意 或者是剑意 甚至是五行意境等等 前辈 是不是空间和时间 也是有这种意境的 敌九赶紧询问 一直以来 他就是没有师父指教 事实上 他问的这些东西 就算是在吉野大陆 找到了顶级强者做师父 也无法给他指点 千锋华摇了摇头 我只是听一个前辈说 空间和时间 是意境上的延伸 等你领悟了真正的刀意之后 我再来和你说一下 所谓的时间和空间意境 现在 你自己在这里研究一个月 一个月后 你再施展你刚才的几刀 给我看看 我会指出你的一些不足 是 敌九不敢有半点犹豫 他找了一个 空旷的地方坐下 神念落在了 天刀宗的藏经阁里面 千锋华无法指点他刀刀 他必须要在 天刀宗的藏经阁中 寻找刀刀 数天后 敌九果然在藏经阁中 找到了关于意境的描述 不过在这些藏经中 意境的最高等级是圆满 并没有千锋华说的句式 同时 敌九也看了 众多的刀技和刀刀修炼手段 在看完众多的刀刀手段后 敌九开始对自己的六刀 有些尴尬了 他的敌视第一刀和敌视第二刀 充其量 只是运用真元的一种方式 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刀法 更是不能称之为刀技 第三旋风刀倒是算刀技 然而他的旋风刀 显然不完善 只是施展出来了皮毛而已 正如千锋华说的 他的确是刀意入门了 却没有系统 而是凌乱不堪 对敌的时候 实强实弱 千锋华在一边看着敌九 不断地尝试各种刀技 天锁刀的青蒙 从散漫不堪 刀慢慢聚拢 到了后面 敌九的青蒙 已经形成了一道倾线 明显是有了秩序 这是对刀意 有了一定掌控后才能做到的 他心里也是感叹不已 这敌九老弟 实在是没有师父教 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 相信等今天之后 他的路是宽敞无比了 一个月后 敌九停止了继续挥刀 他收刀后 闭目整理自己 这一个月的收获 之前的六刀 被他精简成了三刀 第一刀是风削刀 第二刀是裂纹刀 第三刀是天目刀 前面四刀 被他融合成了一刀 风削刀 风削刀不再是单一刀技 而是成了群杀手段 批出后 依然是一网无前 在卷入敌群后 一网无前的刀意 形成漩涡刀器肆虐开 有了一种催枯拉朽的气势 第二刀裂纹刀 和第三刀天目刀不变 之前 这两刀的刀意散漫 在敌九重新感悟后 这两刀刀意凝聚起来 在刀意凝聚起来 不再散漫后 敌九知道自己 无论是战斗力 还是刀刀的潜力 都提升了许多 战斗力倒也罢了 关键是潜力提升 让他有了一个 明确前进的方向 听人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说的就是现在的他 如果千锋华不指点他 他需要吃过大亏后 才会定下心来 去研究自己的刀刀 这些东西 才会慢慢总结出来 再次施展出风削刀 猎文刀和天目刀 这次三刀施展出来 刀意凝聚 不再是之前的散漫不堪 隐约形成刀势 清蒙到处 犹如十字刀芒 划过空间 第172章五大路 你的天赋 的确是我见过的第一 我本来 还打算在一个月后 指点你如何凝聚刀意 让你刀意小成的 你做得比我想象的 还要好 一个月时间 你的刀意已经小成 不再是散乱一团 甚至还跟进了一步 再蜕变一些 就可以大成 现在 你有资格和任何天才对话 千锋划赞道 千锋划 并不是说 敌酒明误了刀意层次后 就有这种资格 而是敌酒明误了刀意后 别的道法和神通功法 敌酒都不会再和之前一样 犹如无头苍蝇一般 胡乱修炼了 敌酒一功身 多谢前辈指点 不是前辈 晚辈 现在连摸索的资格都没有 在我心里 前辈就是我师父 千锋划摇摇头 我没有能力做你的师父 我只是说了 大家都知道 而你不知道的东西而已 星空浩瀚 有无数的天才强者 你将来也有那个实力和潜力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前辈 我在所见到的刀刀预剑中看见 意境只有入门 小成 大成 圆满 并没有看见巨士 敌酒将自己内心的疑问问了出来 千锋划答道 其实就是巨士 也并不是意境的最高层次 当你的刀意超越了巨士后 还有一个层次 叫做化境 化境 敌酒完全不解了 千锋划说道 其实这个境界 我也只是听说过 并没有见过真正将易容到镜的强者 这种强者施展法技 应该是说神通了 他们的神通施展出来后 只要是意境神通 都会让你身临其境 不知不觉地被带入神通的镜像之内 任其宰割 强者施展出来的这种镜 和真实场景一般无二 不过 你无需担心 以你的领悟能力 终究有一天 你也会跨入这一步的 现在 我来回答一下 你之前说的时间和空间 是不是也有意见 我曾经再一次听到中听过 关于这方面的理解 当意境开始化境之后 虽然不是最高层次 化境是演化出真实场景 事实上这种真实 依然是虚假的 只是让你的对手陷入进去 但化境的目的 却并不是演化出 这种以假乱真的场景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规则 当你触摸到了规则后 你所演化出来的场景 将渐渐变得真实起来 传闻在无上强者的战斗中 都是规则对战 规则是笼统介绍 其实规则 是由无数法则构成 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 五行法则等等 当你掌控了这些 法则 就是创造出真实的世界 也是等闲 第九道西一口冷气 还有这种强者 随手创造出真实场景 让对手陷入其中 真正的强者对战 那是法则战斗 它能触摸到所谓的规则气息 那不过是因为 它有灰色石头而已 果然是学无止境啊 它距离那种无上强者 还差亿万里之遥 我对规则 也只是刚刚接触 至于运用某一种法则 我现在差得太远 我看你虽然接触到了 规则的皮毛 事实上 你自己对规则完全不懂 应该是你机缘凑巧之下 触碰到了无上宝物 这无上宝物给你的感悟 如果你一定要感悟规则 那就先从某一种法则开始 千锋华对敌九的悟性 很是欣赏 说话也没有保留 他猜测 敌九应该是 得到了某一种质保 这话他提点一下 让敌九将来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 对这种能让修士 感悟一丝规则皮毛的质保 无所谓 敌九探导 听了前辈的话 晚辈才知道自己之前是多么的 无知啊 千锋华淡淡一笑 我并没有教你什么 只是走的地方比你多 活的岁数比你大而已 将来你有机会 就走出涉业大陆 去其余四大陆 还有小中央世界 看看 其余四大陆 小中央世界 这是什么地方 敌九惊异问道 千锋华说道 你现在修为还弱 等你到了化真镜后 你就是不离开涉业星也不行了 据我所知 只有小中央世界 才有进入高级界面的地方 敌九有些疑惑 前辈 不是说 要进入别的星球界面 需要裂界福吗 难道每一个化真修士 都要有裂界福 不是 这五个界域大陆 实际上相距并不远 每个新路 都有传送阵到小中央世界 小中央世界 才是修正文明最发达的大陆 我虚神经之后 就是跟随师父去了 小中央世界 在涉业大陆 我算是一等一的天才了 可是到了小中央世界 胜过我的同阶天才 犹如过江之际 有时候 你觉得自己很天才的时候 那就走出去吧 只有走出去了 你才知道 你不是天才 你资质和悟性 都是我见过最强的 就算是我将 极业大陆 和半部大陆连接起来了 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而已 实际上 并没有从本质上 修复涉业大陆 你留在这里 没有任何意义 也不会有更大的发展 千锋滑探道 敌九本来就打算 灭掉七家商楼后 离开极业大陆 回去横育星 现在 他更是下定决心 要离开极业大陆了 前辈 这五个界域 分别是什么界域啊 既然有小中央世界 是不是还有大中央世界 千锋滑达道 就是你不说 这些我也会告诉你 在我们所在的这一方界域 小中央世界 是位于中心的 也是灵气最浓郁 规则最齐全 天地气运最好的地方 这里出资质最顶级的修饰 出最顶级的神灵草 和各类天才地宝 在小中央世界周围 还有四个大陆 其一就是我们所在的 涉业大陆 也叫涉业星 其二称 长天大陆 也叫长河星 这个大陆也是修真强陆 仅次于小中央世界 其三位丹月大陆 也叫做丹丝星 这个大陆倒是如其名 最初顶级丹王 其四叫亚伦大陆 也叫横玉星 这个大陆 我没有去过 传闻科技 文明比较发达 至于真正的中央大陆 你需要离开这个界面后 才能接触到 亚伦大陆 横玉星 敌酒喃喃自语了一句 随即激动地说道 前辈 我就是亚伦大陆的 我就是想要回到亚伦大陆 小中央世界 真的有传送阵 去亚伦大陆吗 由不得敌酒不激动 他没有想到 亚伦大陆 居然和极业大陆 是并列的星球之一 真如千锋华说的这样 那他根本就无需裂戒服 就能回到亚伦大陆啊 千锋华也没有想到 事情有这要巧 他哈哈一笑说道 只要小中央世界没有变化 那就 肯定有传送阵到亚伦大陆 要知道我说的那几个星球 修炼到化真后 必须要从小中央世界 离开这个位面 没有传送阵 他们如何去小中央世界 我最担心的是 摄业大陆到小中央世界的 传送阵被破坏了 一旦这样的话 你想要回去 还真有些麻烦 不过去小中央世界的 星空方位图 肯定可以在摄业大陆购买到 只不过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 若是你一定要从星空走 那至少要到屁海境之后 才能进入星空之中 狄九依然还是有些激动 他恭敬地对千锋华科了 三个头 前辈大恩 晚辈铭记在心 无论前辈是不是将晚辈当作弟子 前辈在晚辈心里就是师父 狄九并没有打算拜师 但千锋华的高尚风度 和指尽心点 让他将千锋华 放在了师父的位置上 他肯定千锋华知道 他有名物规则的至宝 而千锋华半点想法都没有起 还真心实意地教了他许多之前 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这些知识 很有可能就会救他一命 这就是恩师之情 千锋华感受到狄九的真诚 心里一暖 他和贺薇薇是道理 相伴许多年 却并没有孩子 因为所有的经历 都在贺薇薇身上 他也没有收弟子 现在狄九对他真情流露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 并不是被真正舍弃的无用之人 他至情至性 所以才在无意中 劈开了涉业大路后 愧疚到极点 发誓要留在这里 贺薇薇也是 看准了他的这个性情 狄九从某种角度来说 和他是一类人 至少性情有些相投 你去吧 不用在意我 将来星空之中 必定有你狄九大名 这一刻 千锋华觉得自己 不再是那么孤独 狄九站起来 坚定地说道 师父放心 终究有一天 我会来看望师父的 千锋华眼圈有些发热 他感觉的出来 狄九说的是真话 是发自内心深处 他在修真界是至情至性之人 并不代表他不知道 修真界的残酷 和狄九这样 真心说出 要再回来看他的 那绝对不多 狄九的话 那是真心实意地 将他千锋华当成师父了 在他被相伴一生的 道理伤害之后 能遇见如此一个性情中的弟子 何尝不是上天 对他的一种补偿 可惜他 这些年在星空之中 居然没有留下一些产业 如果留下了一些产业 将来自己这个弟子 去了星空中 也好少辛苦一点 你去吧 浩瀚星空 才是你的归宿 千锋华摆了白手 抓出了一把正气 撒了出去 强大的力量席卷过来 将狄九带着冲了上去 狄九知道 这是千锋华 准备融合半目大陆 和极业大陆了 千锋华是性情中人 却不善于流露自己的情感 他不愿意 让狄九看见他真情流露 索性提前开始修复涉业心 第173章 修复涉业大陆 正其卷起的力量 将狄九送到了地面 狄九还没来得及感叹 千锋华的震道强悍 就听到一阵阵的剧烈轰鸣之音 他的脚下 突兀多出了一片陆地 在他的神念之外 两片浩瀚无边的陆地边缘出现 然后渐渐向他靠拢 轰鸣之音一波跟着一波 越来越剧烈 狄九心里震撼不已 这是什么手段 千锋华被困在极叶天须之底 不知道多少年了 还有这种本事 可见他这个师傅 没有被困之前 是多么强大 随着轰鸣之音 狄九感受到了些许的规则波动 他知道这些许的规则波动 并不是师傅千锋华带来的 而是两个大陆合拢自然卷动 根据师傅所说 每次他修复一次涉业大陆后 第二次修复都需要数百上千年 这等于突然袭击 所以很多修士不会在第一时间觉察到 狄九的压力也会减弱很多 狄九立即抓出了两个阵盘 没有这两个阵盘 他绝对无法完成千锋华交给他的任务 极叶天须两边的伴木大陆和涉业大陆 再次合拢了 这个消息几乎是在瞬间 就传遍了整个涉业大陆 无论是伴木大陆的修士 还是极叶大陆的修士 都疯狂地冲了过来 所有的人都清楚 一旦极叶天须 出现两个大陆合拢的事情 那就意味着无数的修炼资源出现 在道图上能不能走得更远 就看这次在天须中的收获了 此刻无论是伴木大陆这边 靠近极叶天须的天须城传送阵 还是涉业大陆这边的天须城传送阵 传送光芒就从未熄灭过 传送过来的修士是一波跟着一波 所有的修士出了传送阵后 都是奔向一个方向 就是极叶天须 伴木大陆和涉业大陆越来越靠近 还没等笛九将阵盘放置好 笛九的神念中就出现了数百修士 无论是伴木大陆还极叶大陆 这些修士都是疯狂的涌来 笛九吸了口气 鼓动真元立声说道 所有的来人止步 此刻正是涉业大陆修复当中 一切灵脉都是修复大陆资源 所有不止步的修士杀无赦 哪怕所有的修士都听到了笛九的话 也没有人停下来 极叶天须合拢 那种灵石和灵脉 只要抢到一点点 就足够提升几个台阶了 至于修复大陆 呵呵 谁爱修复谁去 谁管你是真是假 笛九知道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是废话 他手一张 天梭被他抓在手中 跟着就划出两道青蒙刀光 这两道青蒙刀光 一道席卷向了半目大陆方向 一道席卷向了极叶大陆方向 灵力的刀翼 随着这两道青蒙席卷出去 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两道刀翼 不再是杂乱无章 而是形成了两道漩涡刀势 轰 轰向半目大陆的青蒙刀光 终于撞击到了冲过来的修饰身上 刀芒炸开 化为了一道道的漩涡刀芒 再次席卷出去 一切挡在这青蒙刀光 和漩涡刀芒之前的东西 都被刀芒流动撕裂 化为碎渣 那一道道席卷出去的漩涡刀芒 就好像一道巨大的大离产过 所到之处 除了血腥之外 干干净净 极叶大陆这边一模一样 这一道青蒙刀光撕裂出去 只要在这青蒙刀光前的修饰 没有一个还能活着 恐怖的杀戮 让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止住了脚步 好可怕的刀芒 仅仅这一道刀芒 就杀了数百人 这些人当中 修为最强的 已经是金丹九层修饰 轰轰 越来越剧烈的轰鸣之音 惊醒了被敌酒惊吓住的修饰 一条条灵脉 一堆堆灵石被席卷了上来 落在了半目大陆 和极叶大陆中间的天虚之中 对这种珍贵修炼资源的渴望 终于战胜了对死亡的害怕 一名灰袍修饰力声喝道 此人想要独吞这些灵脉和灵石 还有宝物 我们一起上 他的杀招 最多只能轰出一次而已 对 一起上 全部祭出防御法宝 当即就有人附和起来 而那名灰袍修饰 在叫出大家一起上后 并没有跟着大家一起上 速度反而变慢了许多 批出两次封削刀 敌酒的确很是疲惫 这不是针对一个人 他相距这么远 针对数百上千的修饰 所消耗的真缘 可不是针对一个人 能够相抵的 看见两边的修饰 被自己阻拦了几个呼吸时间 就再次疯狂涌了过来 而更远处涌来的修饰 更多 敌酒毫不犹豫地 再次批出两刀锋削刀 对修复涉业大陆 敌酒并不是非常热心 换句话说 涉业大陆 是不是被修复和他屁关系 都没有 但这是千锋华的心愿 千锋华在这里待了无数年 内心愧疚 就是为了修复涉业心 如果这次 还是不能修复涉业大陆 敌酒不敢肯定他师傅千锋华 是不是还会有下一次 以他师傅的那种状态 每一层修复涉业心 都会付出一定的生命代价 这种事情 是敌酒绝对不允许的 无论他将来能不能回来就走师傅 在敌酒心里 这是他师傅千锋华 最后一次修复涉业大陆 扑扑扑 一往无前 风销刀再次卷起一道道旋风刀芒 无论是半目大陆 还是极业大陆 都是血雾炸开 所有被风销刀 漩涡刀芒席卷中的修饰 都是直接被撕裂 甚至一名猿魂出气的修饰 都被这种漩涡刀 芒撕去了一条胳膊 吓得疯狂后退 咔嚓 半目大陆和极业大陆 终于合拢在一起 敌酒很清楚 这才是刚刚开始 他迅速丢出了千锋华 给的两个阵盘 然后制出一道道正旗 两个阵盘瞬间激发 敌酒是七级王阵师 两个阵盘一被激发 他就看出 这两个阵盘超越了九级 只可惜的是 这两个阵盘都是防御阵盘 根本就不带杀士 敌酒心里暗自感叹 他这个师父手真是太软了 如果是他的话 绝对不会 就炼制两个防御阵盘了事 既然要贪婪的 连修复星球的资源都要抢夺 那就用小命来填吧 两边的修饰 终于冲到了防御阵盘的边缘 开始祭出法宝 轰击 两个阵盘都是发出 一阵阵的摇晃 阵盘本来就不是法阵 哪怕同级别的阵盘 比起同级别的法阵来 效果要差了几个档次 也不止 敌酒心里一沉 按照这种态势下去 这两个防御阵盘迟早要被干掉 一旦这样的话 他可挡不住这么多人的围攻 想到这里 敌酒再也顾不得刘秦王 一道道阵旗被他撒出去 一出手就是七级杀阵 这个时候 还没有顶级强者过来 一旦等顶级强者过来了 防御阵盘破坏得更快 他甚至没有机会布置七级杀阵 他在布置杀阵 我们加快速度攻击 看出敌酒在布置杀阵的修饰 更是大声嘶叫着 如果以敌酒自己炼制的阵旗 来布置七级杀阵 也许敌酒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些阵旗都是千锋滑炼制的 敌酒布置杀阵要轻松了很多 甚至只要他愿意花时间 他都可以布置出八级杀阵 两到七级杀阵被敌酒布置起来后 两个防御阵盘压力就减小了许多 七级杀阵的威力也显现出来 任何敢冲过来的修饰 直接被绞杀 没有什么可留情的 看见两边的疯狂修饰 被自己阻拦住 敌酒抓出千锋滑给的阵旗 开始按照方位洒出去 天须之底 千锋滑一样在不断地洒出阵旗 两方配合之下 极叶大陆和半目大陆越来越融合 中间的裂痕渐渐消失 一条条灵脉和一堆堆灵石 也没入了地下 消失不见 松了一口气的敌酒 看见还有人疯狂攻击阵盘 怒声喝道 你们这群自私自利的垃圾 如果不是你们 每次都抢夺极叶天须的灵脉和灵石 设业大陆早就被修复了 敌酒是真的很愤怒 他反正要离开极叶大陆的 现在 他临走之前修复设业大陆 这些王八蛋不但不帮忙 反而疯狂抢夺灵石和灵脉 他在修复大陆 终于有人叫了出来 此刻来到这里的修饰越来越多 不过攻击的人反而变少了 很多人都看出来了 敌酒在修复大陆 灵脉 当然好 如果极叶大陆和半目大陆能够修复 说不定天地规则会完善很多 修炼晋级也会容易很多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 这里的灵脉和灵石都没了 如果敌酒知道他们的想法 肯定会说 你们想多了 这种修复只是表面上修复 设业大陆的规则依然是被破坏的 也许过了无数年 设业大陆会自己慢慢地恢复规则 但至少不是现在 没错 他的确是在修复大陆 不过 杀了我刘霞宗的人 他必须死 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人群中说道 没有人接他的话 此刻灵脉和灵石渐渐地消失 原本攻击阵盘的修饰都开始后撤了 敌酒修复设业大陆 本来就是一件好事 虽说阻止了大家抢夺修炼资源 貌似敌酒自己 也没有去抢这些修炼资源 况且一个能修复涉业大陆的修饰 能简单了才是怪事 刘霞宗 不过是一个勉强一流宗门而已 修为最高的太上长老 才是虚神境初期 凭什么何能修复大陆的强者 动手 第174章 杀相七家商楼 无论是半目大陆 还是极业大陆 都是来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此刻没有了灵脉 也没有了灵石抢夺 而且随着大家口口相传 都知道了敌酒在做什么 数天后 所有的人脚下都发出一阵阵阵战 随即就能听到一声沉闷的喀响 敌酒也是松了口气 两边大陆终于合拢了 虽说它在其中 只是起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作用 它依然很是满足 涉业大陆的两边合拢 它冥冥之中多了一种感应 现在它的修为还低 无法明误 这到底是什么感应 想要将两个防御阵盘收起来的时候 敌酒发现 这两个阵盘自动消散 化为了两件法宝 融入了地下 敌酒猜测 这应该是师父留下的修复印记 索性没有去动 多谢前辈 修复了涉业大陆 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实力 此刻半目大陆和涉业大陆 彻底融合在一起 大家都明白了 这件事对大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有了一个人说话 更多的人都是对敌酒抱全感谢 敌酒点点头 这件事 他本来就帮了大忙 感谢他是应该的 他的目光落在了半目大陆这边 一名身穿鹤衣的男子身上 这名元魂三层 修士感受到了敌酒的目光 随意的一拱手说道 道友修复涉业大陆 的确是值得感谢 但道友杀戮也太重了 连杀一千多人 敌酒哈哈一笑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本少道友的 你刚才的话本少也听到了 本人敌酒 说心里话 还真难得做一件好事 现在做了一件好事 你还唧唧歪歪 本少欢迎你刘霞宗来找我 报仇 机会自然只有一次 一次后 涉业大陆就再也没有刘霞宗 现在你可以从本少眼前滚了 这名之前说大话的刘霞宗原魂修士 终于没有敢继续说话 激怒敌酒 敌酒可以修复大陆 那实力想要铲平他 刘霞宗应该不是大话 况且他根本就看不出来 敌酒的修为高低 敌酒 我知道了 是星河派的 难怪我看他有些面熟 可惜的是 星河派得罪了七家商楼 被七家商楼铲平了 杀了个鸡犬不留 你说 星河派被七家商楼灭掉了 敌酒 只是一步 就落在了这名说话的 金丹修士面前 语气带着一丝杀意 感受到敌酒的强势杀意 这名金丹修士 下意识地打了个机灵 赶紧攻警说道 是的 敌前辈 七家商楼的强者 探讯一处古迹出来后 多了两名虚神镜强者 其中一人 就是七家的七成相 他是七智商长老的叔父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 当即就去将星河派 后面的话 这名金丹修士 实在是不敢说了 敌酒是星河派的 外门弟子 要按照出道时间来计算的话 比他还要玩两倍 现在在敌酒面前 他只能叫前辈 七家商楼 敌酒 只是冷冷地说了四个字后 身形一展 直接顿走 原本他只是打算 将七家商楼连根拔起的 现在他决定将七家 斩尽杀绝 七家这个恶劣的家族 在极业大陆存在 没有任何意义 他身体内流淌的是 敌家的血液 那是降门之血 哪怕他得到了前世的部分记忆 加上这些年的经历 他比起之前来 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骨子里面的那种降门血型 却是一时间淡缓不掉的 七家商楼完了 看见敌酒消失不见的身影 有人嘿嘿一笑 天虚成 疯狂往外冲的修士少了下来 消息已传回来了 吉野天虚两边大陆合拢后 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斗 因为是有人在修复两边大陆 现在半目大陆和吉野大陆 被合拢了 半目大陆和吉野大陆合拢 涉业大陆再次完整的事情 一样是惊动了各大宗门和世家 天虚成七家商楼 同样得到了这个消息 七家商楼第一时间 就将回消息送了出去 涉业大陆再次完善 意味着无数的商机 七家商楼之前虽然大 也只是在吉野大陆而已 现在半目大陆和吉野大陆合并 七家商楼必定要去半目大陆开分部了 敌酒此刻已站在了 天虚成的七家商楼之前 天虚成的七家商楼 气势规模都不比 他在北几城轰破的七家商楼弱 唯一的区别 就是这里没有太多的修动腐坝了 敌酒抬手抓出天梭 一刀劈出咔嚓 轻蒙刀芒撕裂而出 七家商楼的五级护震 就好像纸糊的一般 连半分抵抗能力都没有 就在这一刀之下溃散掉 是谁敢动我七家商楼的护震 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 跟着刷刷 石树道身影 从七家商楼深处冲了出来 敌酒冷冷说道 所有不属于七家商楼的修士 限你们实习之内 离开七家商楼 否则杀无赦 是敌酒 那个灭了好几处 七家商楼的人 远处有人认出了敌酒 立即说了出来 敌酒修复涉业大陆的消息 还没有传开 现在听到敌酒 要灭掉天虚城七家商楼的消息 一群群的修士 蜂拥而至 想要看这个热闹 或者看看 能不能捡到什么便宜 更多的人是想要看看 这个吃了雄心抱胆感 和七家商楼 对着干的敌酒长什么样 呵呵 这家伙 真的是不知死活 居然抢到天虚城的七家商楼 来了 一名在七家商楼 查看法宝的修士 听到敌酒让他们离开的话 摇了摇头 他压根就没有离开的想法 别人不知道天虚城的七家商楼 他太清楚了 七家商楼数天前 刚刚来了一名 元魂九层的强者 加上七家商楼 本来就有的 一名元魂四层 和一名元魂二层 七家商楼 现在有三名元魂修士 这敌酒是胆子大呢 还是无知者无畏呢 几名想要离开的修士 听到这名修士的话 也止住了脚步 疑惑地问道 攀兄 为何这样说 当初我听说 七家商楼北域总部 就是因为这个叫敌酒的家伙重建了 毕竟现在他们处于七家商楼中 说话多少隐晦了一些 不等这名攀姓修士说话 一名伙计就冷笑道 当初北启城 我七家商楼之所以被偷袭 是因为 有一个元魂后期的家伙 偷偷帮忙 而且那个时候 我七家强者并没有回来 北启城修为最高的 也不过是一个金丹八层而已 我七家商楼 正愁找不到这小子 这小子主动来受死了 几位看看 那姓敌的是怎么死的 听到这些话 除了极个别离开商楼的修士之外 大部分修士都没有动 敌酒 可不会管这些修士有没有动 实习时间到了后 他的天梭化为了一道清蒙 直接劈向了为首的 那名元魂九层 元魂九层又如何 现在他元魂四层 可是实力比起在天幕之内 强悍了何止数倍 出手 就是风削刀 一往无前的狂暴刀芒 席卷出去 撞击到这十多名冲过来的修士身上 炸开无数的漩涡刀流 扑扑扑 一道道血雾炸开 金丹修士 在这种刀意之下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就是那名元魂二层的修士 也被这一道刀芒 直接撕开腹部 这并不是结束 漩涡刀流 冲进七家商楼 此刻 只要是在七家商楼的 无论是什么人 遇见了这种刀流 都是有死无生 之前 那名讥讽敌酒的客人 在感受到这一道刀流过来的时候 脸色大变 当即就要避开 然而 依然是在瞬息锁定了他 将他撕为碎渣 找死 七家那名元魂九层的修士 避开敌酒的风削刀 漩涡刀流后 张手一道铁塔 轰向了敌酒 他叫七之仪 这次一样 得到了一枚虚落单 让他失落的是 七家的七成像和七奇 得到虚落单 都跨入虚神境了 偏偏他依然是卡在元魂九层 只差一步进入虚神境 本来他没有跨入虚神境 来到天虚城 心情就不好 现在 敌酒感出现在他面前 毁掉七家的护震 他更是怒火冲天 铁塔化为小山般 大小砸向了敌酒 空间被急剧压迫起来 周围似乎也被这种 狂暴的力量束缚住 让敌酒根本就挣脱不了 敌酒心里也是感叹不已 如果是在没有理解一支前 他面对这种小山一样的铁塔 只能硬碰硬 或者是用风链锯挡住 而现在 他只是轻松 就发现了七之一的破绽 这种碾压式的打发 欺负一般的修饰还行 想要欺负他敌酒 差得太远了 敌酒一步跨出 明明是被束缚住的空间 偏偏出现了一道缝隙 敌酒仅仅是 一步就跨出了缝隙 不等七之一的铁塔 彻底落下 敌酒已经是一拳轰出 风鸾如巨韬如木 一道跟着一道的拳风扇卷 向七之一 七之一心里狂害 他根本就不知道敌酒 是如何从他的铁塔空间 气势下走脱的 此刻面对敌酒连绵的全山 他只能喷出一道血剑 强行收回铁塔 再次轰了出去 敌酒根本就不管 七之一 再次一拳轰出 狂掏一般的拳风席卷 向了那名刚刚寄出 法宝的元魂四层 比起敌酒的真元和神念 这名元魂四层的反应速度 就太慢了 碰 全浪撕开七家 这元魂四层的防御 这元魂四层的修饰 勉强寄用自己的法宝 挡住了敌酒的第一道全浪 不过第二道全浪 彻底将它淹没 旁观的修饰 只能看见漫天的血雾炸开 第175章 不留情 你找死 敌酒在和他对战的情况下 还杀了七家的一名元魂四层 这名元魂九层修饰 暮火中烧 轰轰轰 他的铁塔 终于和敌酒的 风鸾聚轰在了一切 漫天的真元炸裂开来 整个七家商楼 被夷为平地 七之一张口 喷出一道鲜血 疯狂后退 他心里惊骇的是 敌酒的真元和神念 似乎比他的还要凝练 这怎么可能 他看不出来 敌酒的修为 不过按照推断 敌酒最多 不过是元魂一层而已 元魂一层 哪里来这么浑厚的真元 和凝练的神念 敌酒可不管七家商楼修饰的死活 再次一刀劈出 猎文刀 刀文连绵不绝 撕开七之一的防御 一种死亡的气息传来 七之一斗志全尸 心里已经萌生了退意 他肯定自己 不是敌酒的对手 两人动手到现在 他几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还是敌酒 要杀七家的那名元魂四层 否则的话 他恐怕早就中伤了 走 七之一逃走的 念头一萌生 就疯狂成长起来 还没等他真正的撤退 猎文刀的刀文 已经劈在了他的身上 七之一转身就走 他仅仅退后了数十丈 一刀刀刑 就在他体内炸开 扑通 还在空中的七之一 跌落下来 人还未落地 他的铁塔和戒指 已经被敌酒卷走 只剩下你了 敌酒回头 看着眼里 只有惊恐的那名元魂二层修士 这次连刀都懒得寄出 抬手就是一拳轰了出去 这名元魂二层修士 连挡都没有挡 只是喃喃说道 七家完了 我早就知道 碰 这元魂二层修士 再次化为血物 敌酒冲进七家商楼之中 此刻的七家商楼 在他的封销刀下 早已化为废墟 不过七家商楼里面的东西 敌酒可不会客气了 全部被敌酒卷走 围观的修士 大气都不敢出 敌酒强势杀了七家的 元魂九层强者 七之一 身上连伤都没有一点点 这种实力 让围观的修士都很清楚 七家商楼 恐怕要成为历史了 果然 灭人宗门的事情 最好还是不要去做 俗话说 做人留一线 七家商楼 将事情做绝了 终于轮到自己头上来 敌酒离开之后 更多的修士 都是冲进了七家商楼中 敌酒卷走的东西 都是一些值钱的 很多不值钱的丹药和法宝 被轰的乱七八糟 敌酒看都懒得看 这个时候不去抢 还等到什么时候 半炙香后 天虚城 传送镇处 背着天梭的敌酒 来到了这里 前辈 请问您需要去什么地方 看见敌酒过来 传送镇处的负责修士 赶紧上前 恭敬地问道 其余准备传送的修士 在看见敌酒过来后 赶紧让在一边 敌酒修复 设业大陆 灭掉七家商楼的事情 此刻早已传遍了 整个天虚城 去金海城 多少灵石 敌酒淡淡说道 是 前辈请上去 前辈为摄业大陆 做出了贡献 怎么可以要前辈灵石 一名负责的元魂修士 赶紧过来失礼后说道 敌酒知道 不是因为他修复了 摄业大陆后 才不需要出灵石 而是因为他灭掉了 天虚城的七家商楼 这才不需要灵石 肯定是他凶命在外 这负责传送的修士 担心他再次大怒之下 抢夺传送楼 他也懒得废话 敌酒传送走了后 这名负责的元魂修士 才擦了擦冷汗 七家商楼是真的完了 一名旁观的修士探保 敌酒去金海城的目的 大家都清清楚楚 金海城在南豫州 也是七家商楼 极业大陆的总部 比起当初 敌酒灭掉的北极城 七家商楼来说 金海城的 才是七家真正的老巢 金海城七家商楼总部一时听 此刻七家几乎所有的强者 都在这里 包括了七家的两名 虚神镜强者 七成相和七奇 还有七家的七名元魂强者 断手已经恢复的七智商 也坐在这里 只是七智商的修为 只能坐在靠后的位置 七家强者聚集在这里 倒不是因为 收到了敌酒灭掉天虚城 七家商楼的事情 七奇是七家家主 他的目光 从其余人身上扫了过去 平缓地说道 这次我七家获得机缘 多了两名虚神镜 还多了四名元魂镜修士 如今我七家 一共有十名元魂镜强者 和两名虚神镜 可惜的是 至一这次功亏一篑 没有跨入虚神镜 我决定退出家主之位 将家主之位传给至宜 不日至宜 将会离开天虚城 回到金海城 七奇的话 在座的都明白 跨入虚神镜 本来就难上加难 七至一第一次用了一枚虚落丹 没有跨过去 估计今生也只能卡在 元魂九层了 既然如此 那由七至一担任家主 那是最合适的 七奇继续说道 除了家主更替之外 还有另外几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天幕关闭后 一些宗门 获得了众多的宝物 这期间 很有可能会再次诞生虚神镜 这对我七家来说 并不是好事 第二件事 是吉业大陆 居然出现了一个 修为深不可测的强者 连辟海经后期 都不过这强者看的 而且这个强者 对我七家并不是很友好 可见我七家这次 虽然获得了很大机缘 想要称霸吉业大陆 还远得很 顿了一下 七奇才说道 第三件事 就是世界书了 天幕的世界书 被人带走了 这不是什么好事 以及陈相这次 铲平星河派 做的有些仓促 这些事情 我们一件件来讨论 七陈相哼了一声 星河派弟子 抢了我七家几处伤樓 还杀我七家嫡系子弟 砍断智商的手臂 我七陈相可不是什么 缩头乌龟 这种事情 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下去 七奇叹了一声说道 不是说 不应该灭掉星河派 而是怎么去灭掉星河派 星河派这点 就做得比较好 他们先将敌酒和耿吉 默认的规矩 星河派的确是没有能力 将来对我七家报复 这却给了别的宗门 一个隐患借口 这些年我七家形势 略显得急躁 不仅仅是星河派的事情 这个我后面再说 当然星河派的事情已做下 那就要想尽一切办法 将星河派的几个余孽清除掉 特别是那个叫耿吉的 敌酒死在了天幕中 那个耿吉应该还活着 刷一道红色的剑光 冲了进来 落在了七奇的手中 咦 吉夜天虚再次合拢了 七奇敬意一声 啊 听到吉夜天虚再次合拢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吉夜天虚每次合拢 那都是大量的灵脉和灵石 现在只要家主一声令下 他们将立即冲向吉夜天虚 去抢夺这些修炼资源 七奇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坐下后 这才说到 这次吉夜天虚合拢 没有任何征兆 而且距离上次时间太短 所以我们就算是 现在赶去也来不及了 好在质疑在那边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现在我要说是 这次一世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是坐直了身体 他们都清楚 接下来才是这次七家 高层聚会的主要原因 七奇声音变得肃然起来 这次我们七家在探讯遗迹的时候 得到了一些好东西 更重要的是 知道了小中央世界的存在 曾经我们只知道天幕开启的时候 并不只有吉夜大陆的修饰 可以进入天幕 却不知道如何去别的大陆 现在我们获得了去小中央世界的秘密 这对我们七家来说 才是最头等的大事 我 吉夜大陆的修真水平很低 那小中央世界 却是修真水平最高的修真大陆 听说画真只是等闲而已 修为到了画真极致 还可以离开这一界域 前往更高的星空界域 家族七智商有些忍不住的想要问话 他圆魂四层就重创了 虽然现在接上了手臂 道体却受到了损伤 想要修炼到更高层次 就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 所以在听到小中央世界后 他是最为迫切的 七奇抬手指住了七智商的话 这次我和丞相留一人在吉夜大陆 其余的人先去一半 敌九此刻站在了七家商楼的外面 他并没有立即动手 他知道七家商楼有虚神镜修士 这次他绝对不会让一个 七家商楼的强者离开 他必须要一网打尽 观察了短短时间后 敌九就开始祭出阵旗 这些阵旗都是千锋华炼制的 他用来布置七级杀阵 那是最好不过 一道道阵旗被敌九丢下去 短短时间 这个绞杀阵就已经成形 绞杀阵之后 敌九再次布置了一个困杀阵 敌九不知道 这次七家商楼的强者 进阶聚集在这里 讨论前往小中央世界的事情 他却知道 七家总部拥有七家最多的强者 而且 这里还有七家的各种修炼洞服 这次他既然来了 就没有打算放走一个七家嫡系 只要他灭掉了七家商楼总部 个别漏网之余 不足为律 第176章 七家商楼的末日 刷 再次一道鸿芒落在了七旗的手中 七旗有些皱眉 以他的身份地位 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 是不允许用这种飞剑传输给他的 这种飞剑传输 他数年能收到一枚 已经是非常大的事情了 而今天他短短时间就收到了两枚 这简直是胡闹 要不是第一枚传输飞剑带来的消息 的确不小 他都想要发怒了 当七旗的神念扫进了飞剑当中后 他脸色一变 呼得站了起来 什么事情 家主 就是七成像 也有些忍不住问了出来 七旗和七成像都是虚神进修为 不过七旗性情 比七成像要稳重多了 没有遇见了极大的事情 七旗是绝对不会这样震惊 一道道杀意 从七旗周身散溢出来 七旗将传输飞剑丢给了七成像说道 敌九将我天虚城的七家伤楼灭掉了 杀了一个鸡犬不留 七至宜 七放 七云鹤无意生海 什么 这话将会议店中所有的七家 修士都惊得站了起来 这个消息比之前集夜大陆 和半目大陆合拢 还要震惊 敌九不是死在了天幕之中吗 就算是他没有死 也不可能如此可怕吧 一名七家元魂中期修士 不敢相信的接连问了两个问题 他已经从传送镇来金海城了 按理说 应该到了我七家伤楼 才是 七旗语气带着丝丝杀意 七家的每一个元魂强者 都是宝贵 无比 现在被敌九杀了三个 无论是任何事情 他不将敌九抽骨灼魂 他七旗就算是白当了这家主 哄 几乎是在七旗的话 刚刚落音 七家护镇直接被轰碎 敌九嚣张的声音传来 老鬼 你猜对了 是你敌爷爷 来报仇了 区区一个蝼蚁 也敢说来我七家报仇 大家一起上 无论死活 先拿下 再说 七旗说完 第一个祭出 法宝轰向了敌九 哪怕他认为 敌九最多不过是元魂境 他一个人就可以碾压 此刻 他依然让敌家所有的强者全部上去 敌九激发了杀阵后 毫不犹豫地 冲向了七家的元魂修士当中 这次他没有让上楼中的修士离开 一旦他这样说了 那就等于置自己于极度的不利当中 这里是七家总部 传闻有虚神修士存在 可不是天虚城的七家商楼能够相比 敌九冲出去 就是一刀锋削道 他来这里就是杀人的 没有什么好犹豫 狂暴汹涌的刀翼 化为漩涡刀流席卷出去 两名元魂一层的修士 直接被这漩涡刀流脚杀 杀 七旗 第一个祭出长刀 披向敌九 他的法宝 和敌九的法宝一样 都是刀 七尘相 这次没有拖大 直接抓出一个巨大的铁墩 砸向了敌九 他修的是力量道 讲究的是以力压制 就是他不祭出法宝 他的铁拳一样可以横扫一切 七旗的刀翼锁定了敌九 他心里松了口气 只要被他的刀翼锁定 敌九死定了 虽然七家损失了庶民元魂 将敌九这个隐患大敌干掉 也算是一点安慰 换成明雾刀翼之前的敌九 现在必定要祭出天梭 回头一刀 此刻 七旗的刀翼在他眼里 全部是破绽 敌九身形在七旗的刀芒之中 闪动着 他的天梭刀 同样锁定了七尘像 然后是一拳轰出 对付的人太多 敌九在动手的时候 将大坤炼体诀 运转到了极致 他的体表 有一层淡淡的真缘流转 对七尘像 他是必杀 就是此人铲平了星河派 区区蝼蚁也敢 七尘像见敌九 一拳轰向 他的万君敦不说 还敢用刀翼锁定他 这家伙 甚至还不顾背后一名 虚神强者的刀翼锁定 还有几名元魂修饰的攻击 这是狂妄无知 还是以为自己是画针 轰轰轰 风鸾巨化成 树道全山 和七尘像的万君敦 轰在一起 炸裂出来的真缘 将两名 想要偷袭敌九的元魂中期 轰得退了出去 好强 七尘像心里 忽然有了一些不好的感觉 此刻敌九的裂纹刀 已经劈了过来 我就不信了 七尘像来不及召回万君敦 一拳轰向了敌九的天梭 噗 一道血光在敌九背后炸裂开 敌九身体只是略微 晃动了几下 天梭就以更为狂暴的姿态 劈了下去 七七心里一沉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一刀 在敌九背后 留下一道将近两尺的巨大刀痕 而欣喜 因为在他 长刀轰在敌九背后的瞬间 他的刀翼溃散的一干二净 这唯一的解释 就是敌九的刀翼 比他的刀翼要强大多了 刀翼对撞刀翼 他的刀翼溃散 这还是敌九 他连批中敌九的资格都没有 这还不是最让七七心里惧怕的 他惧怕的是 就算是他的刀翼溃散了 他的刀接接时时批在敌九身上 以他的真元和实力 哪怕敌九的护体真元再强 他这一刀 也可以将敌九撕开为两半 事实上是 他的长刀 只是在敌九的背后 留下了一道两尺刀痕 刀痕看起来很深 很可怕 七七却清楚 没有伤害到敌九的根本 原因 只有一个 敌九 除了对刀翼的领悟强于他之外 还是一个极强的练体者 将肉身修炼到他这一刀劈不开 至少是三王镜的练体者 三王镜的练体者 还可以在他的攻击下 全力对付七成像 一种 惧怕从七七心底生起 他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 从济世起 他就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了 咔嚓 有如脆骨撕裂的声音响起 七成像心里一冷 他的拳头 就算是轰在家主七七的刀锋上 最多也只是起一道白痕而已 而现在他的拳头 却有一种含义 碰 拳头上血雾炸裂 七成像终于看清楚了 他拳头上的含义是什么 敌九的刀破开了 他的拳头 然后将他的手臂撕裂成为两半 你敢 七成像惊怒交加 他的拳头 就是他实力的体现 现在被敌九一刀撕裂 就是毁他的道机 裂纹刀 已经轰在了 七成像的身上 一道道蕴含刀翼的纹路 在七成像体内 炸裂开来 七成像的双手和双脚 全部被这种刀翼纹路撕开 扑通失去了手脚的七成像 从空中滴落 随即他的尸海开始崩溃 七成像心里一冷 他知道自己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死去 那是对方没有立即杀他 七七长刀 再次席卷过来 他很清楚 今天是七家生死存亡的时候 不杀敌九 七家将彻底完了 敌九手中天缩 再次卷起刀芒 两名元魂中期的修士 被敌九轻易斩杀 七智商疯狂后退 敌九没有驱管七智商 而是回头一拳轰出 疯乱如巨波涛怒 连绵的全浪砸向了七七 七七的刀意瞬息溃散 刀是再也凝聚不出来 碰 七七被这种全浪花席卷 胸口就好像大锤轰重一般 整个人围靡起来 敌九松了口气 他就担心 虚神和元魂九层相差太大 他虽然可以轻松碾压七之仪 不代表他可以轻松干掉虚神一层 现在看来 他多虑了 七家的这两个虚神一层 在他面前根本就不够看 那 一声淒厉的惨叫 刚刚冲出去的七之商倒飞回来 这本来就在敌九的预料之中 他布置的七级绞杀阵 如果让七之商逃了 他的这点阵法也太菜了一些 敌九不等七之商落地 天梭席卷过去 七之商被批为两半 和七之商一起被杀的 还有一名七家元魂六层 在适应了自己的刀翼和元魂四层的战斗力后 敌九杀七家元魂 有如杀鸡一般 住手 七七知道完蛋了 七家完了 居然惹到了敌九这种可怕的家伙 他最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 敌九脸色略微有些苍白 他的确是住手了 刚才的战斗很短 他除了消耗掉大量的真元和神念之外 只是被七七劈了一刀 这是因为他是虚敬的练体者 又有大坤练体诀 否则的话 他也不敢这样战斗 不过这种战斗方式 才是最简单直接的 也是敌九最喜欢的方式 敌道友 我七家商楼这次惹到了 你是有眼无珠 我七家商楼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要你能放我七家商楼一次 七七诚恳地说道 他心里恨死七成相了 之前敌九也抢夺了几个七家商楼 除了北几城的七家商楼之外 其实敌九杀的人并不多 后来七家商楼调查清楚了 北几城的七家商楼那么多人 并不是敌九杀的 而是一个驼背强者 由此可见 敌九并不是一个试杀之人 这次是因为七成相将新河派铲平 只要没有逃走的 几乎全部杀了 这才让敌九 想要将七家商楼斩尽杀绝 七成相早已掩路死灰色 他根本就想不到七家会落的这种下场 敌九强大到这种地步 他死就死了 七家这次将因为他灭灭在历史当中 敌九根本就懒得理睬七七 手中的长刀再次席卷出去 天目刀 今天任凭七七说出个花来 他也必定要杀光七家商楼 天目倾斜着撕裂而出 那带着些许规则皮毛的刀意 让本来就失去斗志的七七 更是没有了斗志 第177章敌前辈 七七既既出的长刀 根本就无法挡住天目刀 这让七七魂飞魄散 急切地叫道 我告诉你 如何离开吉夜大陆 去小中央事件 噗 一道血光扫过 七七的脑袋在天目刀光之后 落在了地上 小中央事件 敌九立即就知道自己这刀太快了点 这七七说话太慢了点 他正想去小中央事件 好不容易 来的消息就这样失去了 仅剩下的一名猿魂五层修士 此时脸色苍白 敌九连杀了六名七家猿魂强者 还杀了七七断了七成像的四肢 这简直太可怕了点 你知不知道 小中央事件 敌九的目光 落在这七家猿魂五层修士身上 这名猿魂五层修士 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 连七七都不是敌九的对手 他反抗只是死得更快一些 我不知道 这名猿魂修士说了四个字后 感受到敌九强大的杀意 他赶紧补充道 但是我知道这小中央事件 肯定和暗星废墟有关系 暗星废墟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是跟着家主一起过去的 家主戒指 里面应该有关于暗星废墟的残土 这名猿魂修士 为了保命 那是知无不言 你们家主是谁 七七 刀光 卷起 这名猿魂修士 依然没有活下来 敌九离开了金海城 但金海城却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金海城最大的势力七家商楼 被敌九灭掉了 这次是真的全灭掉了 七家商楼中无一人走出来 无论是七家的修士 还是进入七家商楼购买东西的修士 全部被敌九斩杀在七家商楼 除此之外 七家商楼外面的废墟上 还定杀了三名七家修士 这三人就是七成相 七智商和七红 七成相是虚神镜强者啊 就这样被定杀了 七智商和七成相 是灭掉星河派的罪魁祸首 而那个七红 听说去灭掉了耿挤花老家的家伙 现在被敌九一起做掉 果然是因果相报 敌九的狠辣 让很多得罪过星河派的宗门 都是心惊胆战 连七家都被敌九灭掉了 整个集业大陆 比七家强大的宗门并不多 敌九虽然很想查看一下七旗的戒指 但他更清楚 要灭七家商楼就要趁早 所以他一离开金海城 就去了七家商楼别的分部 这次敌九扑了个空 他速度再快 也没有消息传得快 在金海城七家商楼总部被灭掉后 集业大陆所有的七家商楼分部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别人抢了 除了极少数的七家商楼 果断解散逃走之外 整个集业大陆 再也没有一处七家商楼存在 树到胡孙散 说的就是现在的七家商楼 新和派遗址 敌九站在这里 心里有些伤感 他没有打算重建新和派 他比较感恩的是 郁金燕和新和派宗主向天一 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向天一因为维护他和耿己 在失去了一条胳膊后 就消失不见 而后 他和耿己被驱除出新和派 尽管敌九知道 他和耿己被驱除出新和派 是万般无奈的事情 新和派应该也不想这样做 但这件事发生后 他就是新和派的企图了 事情因他而起 现在他为新和派报仇 铲平了七家商楼 他想做的事情已做完 至于重建新和派 作为一个新和派企图 他是不会去做的 再说了 就是他重建了新和派 他也没有时间留在这里 慢慢地发展新和派 新和派的这种理念 和他不同 倒是向天一的理念和他吻合 如果他是新和派的宗主 或者是新和派的主事人 他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情驱赶弟子 这只会让一个宗门 没有了活力和血性 事实上 新和派哪怕将他和耿挤驱走了 依然受到了灭门之灾 只是伤感了一番 敌九就离开了新和派 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天幕已经关闭 而他并没有感应到树地 说明树地并没有从天幕中出来 现在到处都在流传着世界书的下落 敌九在灭掉了七家商楼后 不想继续招摇 所幸在一个叫常山的修珍小镇 租了一个洞府 敌九租洞府 主要是整理一下自己的收获 这次他杀了七家十名元魂镜修士 还有两名虚神镜修士 这十二人的储物戒指 全部被他得到 至于金丹修士的储物戒指和储物袋 他更是得到了数十上百之多 最让敌九期待的 自然是七奇的戒指 若是能在七奇的戒指中 找到去小中央世界的方式 才是第一等大事 敌九在吉野大陆也转了小半圈 事实和师傅千锋华说的有些差异 他在吉野大陆的各大商铺 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小中央世界的记载 更不要说购买星空图了 七家商楼也不算小 事实上七家商楼也没有关于 如何去小中央世界的星空图 吉野大陆他没有什么好掂挂的 七家商楼被他灭掉了 耿紧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至于树地根本就不在吉野大陆 他师傅千锋华被困在地底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帮忙也帮不上 如今他只要找到去小中央世界的办法 他立即就会去小中央世界 夕阳鞋照下来 将天须城的影子拉得很长 两名女子和一名男子 在天还未黑之前走进了天须城 这三人正是从天幕出来的锦墨霜 魏珊珊和和台三人 比起往日 天须城似乎更加热闹一些 呀 这是怎么回事 一进入天须城 和台就停了下来 呆呆地看着不远处的一片废墟 和台师兄 怎么了 魏珊珊连忙问道 他们三人中 锦墨霜修为最高 已经是金丹三层 只差一步就可以跨入金丹中期 和台修为其次 筑基九层 魏珊珊是筑基六层 那个废墟所在的地方 是七家在天须城的商楼 现在进成了废墟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动天须城的七家商楼 和台不敢相信地说道 锦墨霜和魏珊珊 是新和派的弟子 新和派被七家商楼灭掉了 他们来天须城的时候 自然是躲躲藏藏 以至于敌九灭掉了七家商楼 他们并不知道 道友应该是刚出来吧 不要说天须城的七家商楼 就是金海城的七家商楼总部 也被敌前辈铲平了 七家商楼 两名虚神和十名猿魂强者 进阶被敌前辈斩杀 七家商楼早已成了过去 一名站在和台不远处的修士 听到了和台的话 哈哈一笑说道 什么 敌前辈灭掉了七家商楼 哪一个敌前辈 和台赶紧问道 他虽然很想猜 这个敌前辈就是敌九 不过他也知道 这种可能性不大 当然是敌九前辈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实在是对敌九前辈的大不敬 这名修士哼了一声 很是不满意和台的话 说了一句后 转身就走 真的是敌大哥 和台赶紧拉住这名修士 歉意地说道 我刚刚出关 所以很多事情不大清楚 请问一下 这个敌九 是不是新和派的弟子敌九 感受到和台的态度 还很是不错 这名修士倒是点了点头 没错 舍业大陆分裂成为 集业大陆和半目大陆 不知道多少年了 敌前辈慈悲心肠 以大无畏和大神通 将集业大陆和半目大陆 融合在一起 现在每一个修士 都感激敌前辈 七家商楼七行罢市 行事无所顾忌 横行霸道 甚至还敢动敌前辈的 母宗新和派 这惹怒了敌前辈 敌前辈 直接将七家商楼 从大陆上抹去 将七家强者斩尽杀绝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七家商楼 无论是和台 还是锦莫霜 或者是魏珊珊 都被这个消息惊呆了 敌九还活着 最让他们不敢相信的是 敌九竟然到了 能修复大陆的层次 这需要什么修为啊 如果不是三人亲耳听到 不是他们亲眼看见 七家商楼的废墟 估计没有人会相信这件事 两久之后 和台才激动地说道 嫂子 七家商楼被灭掉了 果然是敌大哥做的 敌大哥 他没出事 对敌九 和台有一种盲目的崇拜 如果细想一下 修复一个大陆 实力是何等的可怕 可是和台根本就不去细想 敌九做出任何事情 他都觉得有可能 锦莫霜有些手足无措 敌九陨落了 他才承认是敌九妻子的 可是敌九活着 而且现在的实力可怕的惊人 不仅仅为新和派报仇了 还修复了涉业大陆 这 他锦莫霜 如果再说是敌九的妻子 那不是惹人笑话 莫霜事件 我听人说 无论富贵贫穷 不妻不离的 才是夫妻 你是敌大哥的妻子 以敌大哥的为人 必定不会抛弃你 若是敌大哥有自己的追求 我们不是约定好了 要重建新和派的吗 经过几年的魔力 魏珊珊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刚刚加入宗门的小女生 她立即就看出来了 锦莫霜的心思 委婉地相劝 咦 你是敌九的妻子 你知道敌九现在在何处吗 一个突兀的声音 在三人身边响起 三人豁然回头 这才发现 他们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黑肤的矮个男子 晚辈锦莫霜见过前辈 我们也不知道敌师兄在哪里 我们来这里 只是为了救师兄的两个朋友 锦莫霜赶紧攻身失礼 以他金丹三层的神念 落在这个矮个男子身上 只感受到汪洋大海一般的浩瀚无边 由此可见 这个矮个男子的修为 不知道超过他多少倍了 矮个男子点点头 我也在寻找敌九道友 不如这样吧 你们要救什么人 我去帮你们救了 然后 你们带我去寻找敌九道友可好 第178章 岸心废墟 七家所有的戒指和除袋 敌九清理出大量的单药和材料 各类灵草加起来 足足有数万株 而且能被这些七家强者 留在除袋的 都是比较少见和高级的灵草 连九级的炼器材料 敌九也见到了一些 可惜很多炼器材料 敌九不认识 他决定等这边的事情忙完之后 一定要定下心来研究自己的世界书 除此之外 各类预检也是一大堆 功法 法际等等 唯一被敌九看得上眼的 是一门神通 神通名字叫着大脚印 这门神通是七七戒指上得到的 腿脚类的功法 敌九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个大脚印 无论怎样 敌九都打算学了 最多的一堆 那就是零食了 敌九清点了一下 上品零食 足足有500万左右 中品零食将近2000万 下品零食少了一些 也有500万多万 最惊喜的是 在七七的戒指中 还有一条数十丈长的灵脉 这绝对是一个意外收获 别看敌九身上 本来就有1000多万上品零食 那可是小世界角落中搜刮到的 在吉野大陆 这个修真资源匮乏的地方 500多万上品零食 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有的东西 都被敌九清理后 放在了一边 唯一被敌九拿在手中的 是一个地图预检 这枚地图预检 也是比较残破了 不过上面按心废须几个字 让敌九如获之宝 根据七家那名元魂修士所言 七家强者这次去的遗迹 就是按心废墟 而且七七说的 据小中央视戒指秘密 也和按心废墟有关系 所有的东西整理好了后 敌九离开了长山方式 他没有在这里修炼 他修炼起来 动静比较大 与其布置一大堆的树林镇 还不如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安心修炼 现在他要去的地方 自然是按心废墟 从七七戒指中 获得的地图标识很清楚 按心废墟位于西域州 在极叶大陆 西域州几乎是没有什么修真宗门的 这里灵气非常薄弱 灵草和矿石也比较稀少 不仅如此 这里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危险 哪怕路边的一株小草刺你一下 也有可能要了你的小面 所以这里不但没有什么宗门 连散修也极少出现在这里 因为没有传送阵 哪怕敌九拥有神念盾 也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 这才来到了地图标识的按心废墟 说是废墟 其实看起来就和一处极大的沼泽 差不多 水洼到处都是 一些乱七八糟 稀奇古怪的水草冬 一撮蜥一堆 偶尔可以看见水洼中间的一些残墙断壁 这些残墙断壁 才会让人想到 许多年前 这里曾经也是一个大修真城市 敌九的神念扫了出去 觉察到没有什么危险后 这才跨入了这片沼泽之中 它一只脚刚刚跨入沼泽 一条河 沼泽中灰色泥土一模一样颜色的水藤 就迅速卷了过来 似乎要将敌九拉到沼泽里面 在这之前 根本就不知道这水藤藏在什么地方 敌九抬手就是一道 锋刃劈了过去 水藤断裂 一股腥臭的黑枝 冲出多高 随后落在地上 发出痴痴声响 敌九暗骂 七七这的老王八蛋 这王八来过一次 居然不录下一份注意事项 这明显是不想让其余的人进入这里面 看样子 七七这老家伙 是将这里当成七家的私有地了 敌九的神念凝炼之极 这大片的沼泽中 不断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植物 对他袭击 却没有给他造成任何损伤 一天时间后 敌九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的是一大片水蛙 神念扫下去 只能看见水蛙下面是沙石 没有任何异常 作为一个七级王阵师 敌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水蛙被动过 而外面的 也是不久前重新布置下来的隐秘阵 只是树莓阵器丢下去 这个水蛙就从中间分开 一条通道出现在敌九面前 敌九直接跨了进去 通道尽头是一个广场 所以一个地下广场 敌九依然可以从这个广场周围感受到 这里曾经的辉煌 广场周围一样是残墙断壁 敌九的神念扫过去就知道 这个地方的好东西 都被七七收走了 现在应该在他的小世界里面 广场正中间一个建筑 还没有完全坍塌 在这个建筑 外面还有残破的几个字 暗星传送殿 传送殿外的大门和护镇被破坏了 那新布置的隐秘法镇敌九 依然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个法镇和外面的一样 估计还是七家人来了后布置的 布置这个法镇的家伙 镇道水平最多是五级镇法大师 和他比起来差两个档次 敌九连镇旗都懒得拿出来 神形闪动了几下 就进入了传送殿 在传送殿正中间 有一个方圆三丈的六角传送台 以敌九的眼光 短短时间他就看出来了 这个传送镇的陵园是一条灵脉 不过这条灵脉应该被抽走了 而且这条灵脉被抽走的时间还不远 很显然他刚刚从七旗戒指中 弄到的那条灵脉就是这里的 灵脉是有被七旗抽走了而已 好在这个灵脉除了为这个传送镇 提供灵园之外 还为这个传送大殿提供灵园 若是单独和传送镇绑定 敌九就算是想要将灵脉植入 下去也很难 敌九本来就不打算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了 一条几十丈的灵脉虽然珍贵 和他离开这里比较起来 敌九也没有放在心上 确定了这里就是传送镇后 敌九再次回头将外面的隐匿镇布置起来 然后又在隐匿镇外面布置了一个护镇 这里他植入灵脉后就会被传送走 敌九担心将来有人会再次回来 将这灵脉收走 灵脉可不好弄 一旦灵脉被抽走了 这个传送镇等于废掉 将外面和暗星传送镇的护镇 全部布置好了后 敌九这才开始植入灵脉 灵脉抽走容易 植入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了 以敌九强大的神念和真元支持 也是足足花了数天时间 这才将这条灵脉再次植入到传送镇之下 一切准备妥当 敌九落在六角传送台上 将一堆堆上品灵石 送入到了六角传送镇的六个凹槽中 丢出启动镇旗 让敌九失望的是 哪怕他的灵石送进去了 启动镇旗也制出去了 传送镇依然是纹丝不动 看样子 这个传送镇 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 敌九懊恼地揉了揉头发 在涉叶天虚之下 他就应该向师父请教一下镇道的 当时他就以为七级王阵师的水平够用了 这才受了师父千锋华的一枚镇道心得后 就没有在意 没想到现在还要修复这个传送镇 这个传送镇 很有可能是传送到小中央世界的 这种转送 绝对不是他一个七级王阵师 能够布置起来 好在他现在不是布置这个传送镇 只要修复这个传送镇就可以了 七家商楼所有的镇道御检 都被敌九拿了出来 不仅如此 天刀宗藏经阁中的镇道御检 也被敌九拿了出来 最重要的是 研究镇道 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走 哄 最后树道雷杰湖落下 耿己发出一声长笑 他花了将近三年时间 终于跨入了圆魂境 现在总应该可以出去寻找九哥了吧 几年前九哥一个人 在北极城寻七家商楼的麻烦 和他约好了 一起去天幕的 没想到他因为看见了一头寻灵湖 一路追来 结果不小心掉进了这个山谷之中 进来容易 想要出去 那就是太难了 这个山谷落进来之前 感受不到任何区别 落进来后 却是灵气浓郁 无比 耿己没有心情在意这些灵气 他担心的是九哥出来后 找不到他 现实很快就让耿己傻眼了 这里有极为可怕的重力压制 他的实力根本就爬不上去 所有传送出去的信息 半点回应也没有 耿己不甘心 一圈寻找下来 唯一找到的 就是一个灵髓池 这个灵髓池 若是出现在外面 那为了争夺这个灵髓池 不知道死去多少人 但是耿己丝毫没有在意 如果可以出去的话 他肯定不会管什么 灵髓池不灵髓池 就是要来修炼 也要叫九哥一起来 现在他出不去 被困在这个谷底 除了修炼之外 根本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好在耿己性情单纯 知道 只要他的实力高了 就有可能离开这个谷底 有了这个想念 耿己是在灵髓池中 疯狂修炼 心和脉 吸收灵气多强大 更何况还是灵气中的 精华灵髓池 仅仅是数月时间 他就跨入了金丹境界 一跨入金丹境 耿己就尝试着 要爬出这个山谷 结果金丹境 依然无法离开这个地方 无奈之下 耿己只能继续修炼 持续两年多 疯狂修炼后 他跨入了元魂境 度过了元魂雷劫 尽管这个灵髓池灵髓 依然是源源不断 耿己完全没有修炼的心思 他一心想要 离开这里 去寻找敌酒和树地 这次没有让耿己失望 他终于冲出这个山谷 来到了外面 等他到了天幕广场的时候 这里的人早已散去 根据耿己得到的 消息 天幕广场关闭 有一段时间了 好在他得到了另外一个 让他振奋不已的消息 九哥灭掉了 所有的七家商楼 第179章大脚印 数十道阵器丢出去 敌酒在短短时间 就布置了一个 最简单的九级护阵 他心里更是感激 师父千锋华 没有千锋华 他就是在这里 再研究个几年 也无法跨入九级王阵师 七家商楼的阵道御检 虽然多 可是涉及到的法阵 实在是太简单了 给他的帮助 几乎为零 对他阵道有帮助的 还是天刀宗的阵道御检 无奈天刀宗不是阵道宗们 阵道御检 虽然涉及到了九级法阵 只是学习起来很是复杂 以敌酒的理解能力 想要看透天刀宗的阵法 御检也是很困难 好在他拜的师父千锋华 给了一枚阵道见解 给他 这枚阵道见解 才是敌酒能迅速提升阵道的教科书 千锋华对修真界阵道的见解是 深入浅出 将繁琐的阵道 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出来 就是换成一个寻常修士来看 这枚御检 阵道也会迅速上涨 因为千锋华的这枚阵道 渐解 敌酒用了五个多月时间 跨入了九级王振师行列 到了九级王振师 敌酒很容易就察觉了 这个传颂阵的问题 是他植入灵脉的时候出了问题 他的灵脉看似已经植入完成 实际上并没有能和传颂阵 衔接起来 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却用了敌酒将近半年时间 来学习镇道 敌酒真的怀疑 那七级过来后 如何重新植入 灵脉让这传颂阵启动的 据他所知 整个极业大陆 就没有明面上的九级王振师 就是那个在神念 顿术玉检上 下神念印记的家伙 敌酒也只是猜测 他的镇道到了九级 至于七家商楼 不是敌酒小看 这家商楼 肯定没有跨入七级的王振师 传颂阵修复好了后 敌酒法不急着走了 这个传颂阵 很有可能是通往小中央世界 根据他师父说的 小中央世界 那是周围五大陆中 最强的修真大陆 既然是最强 那必定强者如云 甚至化真修士 也是多不胜数 他现在圆魂似层 虽说是有点手段 相比之下 他的修为还太弱了 圆魂似层 可以在极业大陆纵横 去了小中央世界 说不定不算什么 这里一个安静 第二有灵脉和灵石 在这里学习大脚印 才是最合适 大脚印神通的内容 和敌九之前 得到的法际预检 完全不同 一般的功法 或者是法际预检 都是从道开始阐述 将法际和道融合在一起 而这门大脚印神通 开篇没有半句废话 除了简单介绍 大脚印神通层次之外 就直接引导行器动作 大脚印分七层 第一层 踹出一个脚印 脚印 可以直接撕裂 对方的防御神念和真元 只要对方的神通 或者是防御 有半点薄弱的地方 大脚印就可以踹进去 第二层 可以踹出两个脚印 同时撕裂对方的防御空间 第三层是四个脚印 第四层是八个脚印 按在这个趋势 第七层 应该是直接踹出64个脚印 而这门神通上介绍的 却是 大脚印修炼到第七层 是踹出亿万脚印 亿万脚印踹出去 敌九怀疑 这神通是不是有些吹牛 亿万脚印同时踹出去 恐怕一个星球 也会踹裂掉吧 预检的后半部有些残缺 敌九没有在意 大脚印的第七层 就不大可能修炼完成 到了第七层 肯定是 最高层次了 不可能还有第八层的 在敌九看来 那残缺的部分 应该是空的 敌九以为这个大脚印 既然是七层 那第一层踹出一个脚印 必定很好修炼 为了修炼大脚印 敌九特意离开传送店 到了广场上练习 让敌九崩溃的是 以他的悟性和资质 在这个大广场上 修炼了半年时间 连广场周围的那些残墙 断臂都被敌九踹的 一干二净 甚至他的修为 都因为修炼大脚印 来到了圆魂五层 可这门大脚印的第一层 依然没有修炼成功 按照这预见上介绍的 一脚踹出去后 可以撕裂对方的神念和真缘 任何对手 都可以找到他薄弱的地方 只要找到了 对方薄弱的点 他的脚印 就可以踹进去 敌九肯定他办不到 他的脚印踹出去后 真缘涌动 空间中 完全是这一脚踹出去的气势 按照这种踢法 绝对绕不过法宝和真缘 就好像对面有一堵墙 这一脚下去 肯定是踹到墙啊 岂能踹到墙的对面 接连半年时间 大脚印的第一层都没有突破 敌九停止了继续练习大脚印 他从七级王阵师 到九级王阵师 都没有这么艰难 一个大脚印而已 修炼了半年没有突破第一层 这简直就是失败中的失败 不能继续修炼下去了 必须尽快回到横玉星 他甚至有些后悔 修炼大脚印了 白白浪费了半年时间 这就是因为他太过扭尽 总想着下一刻就会修炼成功 结果过了半年的下一刻 再次踏上六脚传送阵 敌九丢出阵棋 这次传送阵周围 卷起一道道白芒 白芒旋转起来 瞬息就将敌九包围在其中 敌九修炼了半年的大脚印 哪怕这门神通没有修炼成功 他也不是一无所获 除了修为跨入了元魂五层之外 他的神念更是凝练到了一个极致 加上这个传送阵 他也研究了半年时间 在传送阵启动的那一刻 敌九居然并没有晕过去 哪怕知道非常危险 敌九的神念也是疯狂地渗透出去 剧烈的空间转换 让敌九难受的差点要吐血 可敌九很清楚 这是难得的机会 这种空间波动 对他空间震到水平提升 有极大的帮助 在这剧烈的空间转换中 一种熟悉的波动 被敌九捕捉到 这波动对他很重要 敌九拼命地想要让这波动 更加清晰一些 只是空间转换太快 哪怕敌九的神念 强悍到了一个极致 在这种急速的空间转换中 他依然是忍不住喷出一道鲜血 在这一道鲜血喷出的同时 敌九终于抓到了这一丝波动的气息 在他实海中的灰色石头 也在敌九抓住这一丝波动气息的瞬间 震动了一下 一道几乎感受不到的金色涟漪 从灰色石头中激荡开 敌九的感觉清晰起来 空间波动 他抓到的那一丝波动气息 是空间规则 不对 是一丝空间法则 没等敌九从兴奋中回过神来 他身体一时 双足已经落在了石地之上 周围似乎有很多人 敌九完全顾不上这些了 他走出传送阵后 直接是一脚踹出 那修炼了半年 都没有找到精髓的大脚印 在这一脚踹 出去后就清晰起来 哪怕自己踹在空处 敌九依然知道 他的大脚印第一层修炼成功了 原来是空间法则 如果他不是从刚才的传送阵上 感悟到了一丝空间法则 这个大脚印给他修炼了一百年 他也不会有半点感应 难怪大脚印 可以撕开对手的神念和真元 甚至是防御 这种空间规则的神通 如果不能撕开对手的神念和真元 那才是怪事 这似乎和第一层的说法 有些差异 明误了一丝空间法则后 他需要寻找对手薄弱之处吗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敌九实在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 感悟大脚印倒也罢了 最让敌九激动的是 他明误到了一丝空间法则 他不知道 师傅千锋华的修为有多强 但是他肯定 千锋华的修为 绝对远远超过画真 无数倍了 以他师傅这种强者 都无法明误到空间法则 他居然明误到了一丝空间法则 这说出去 估计没有人敢相信 可以肯定 等他将空间法则和神念盾融合后 他盾走的速度将更快 禁止喧哗 若是再有喧哗 一律不允许入小中央事件 一个灵力的声音突兀响起 敌九这才震惊地发现 他面前不知道 什么时候多了一名中年男子 以他的修为 根本看不出来 这中年男子的层次 可见这中年男子 比他要强大多了 面对这种强者 敌九只能赶紧道歉 这中年男子 也只是警告了一下敌九 并没有对敌九做什么 等着男子离开 敌九才打量他落下来的地方 这里全部是传送阵 敌九大致数了一下 这里至少有 两三百个各种各样的传送阵 这就是一个传送阵群啊 不断地有人被传送进来 而且不是同一个传送阵 敌九看见这些被传送进来的修士 都是急匆匆地走出去 没有人在这里逗留 敌九也跟着传送过来的修士走出去 很快他就发现 这里的传送阵 只能传送进来 不能传送出去 走出这个传送阵 集群所在的大殿 敌九看见对面 也有一个巨大的大殿 对面大殿一个巨大的出字 敌九回头看看 自己刚才出来的门口 果然上面 有一个巨大的镜字 敌九心里一松 看样子 小中央世界的传送阵 是分开来的 敬何出不是同一个传送阵 对这种传送阵的设计 敌九还是很佩服的 这种设计 第一对传送阵的消耗比较小 第二来去的人分流 不会造成拥挤和混乱 在这两个大殿中间 敌九看见上面写的是 传送收费处 敌九立即走了过去 来到了其中一个窗口问道 我想要去亚伦大陆 请问多少零食 小中央世界 敌九还会来的 现在 敌九想要先回亚伦大陆 你要去亚伦大陆 接待敌九的是一名年轻女修 难道这里去不了横玉星 他的消息是从师父千锋华那里获得的 毕竟这已经过去多少万年了 若是放在地球 数万年 那是更替几个文明的时间 就是在修真心路 这种事情也可能会改变 敌九心里有些不大确定 这里是不是还能传送到亚伦大陆 他还是肯定地说道 没错 我要去亚伦大陆 随即敌九就看见 这名接待他的女修 脸色变得敬重起来 他与其恭敬地问道 请前辈将资格令牌给我看看 我这就帮前辈办理去亚伦大陆的手续 尽管他感觉敌九的装扮有些奇怪 不过一些奇人总喜欢弄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出来 资格令牌 敌九不解地问道 这里传送还需要资格令牌吗 难道不是有零食就可以 这接待女子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她的脸色冷了下来 回去购买一本传送条例 朋友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 我刚来的时候 也以为可以随便传送到其余四大陆 后来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敌九耳边响起 敌九回头看见一名身材比他略爱一些的青年 青年眼神很明亮 长发结成修饰剂 穿着一件紧身修饰袍 敌九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实力 圆魂三层 在下敌九刚刚从别的地方来 还要请教道友 敌九赶紧一抱拳说道 这名青年有些自来熟 他再次笑道 朋友的装扮倒是很有个性啊 我叫盖石田 说起来我们的名字倒是有共同之处 你九我十 敌九的装扮倒也罢了 关键是他背着一柄平淡无奇的长刀 这还不是最奇特的地方 最奇特的地方 他的长刀柄上还坠着一些红鹰 换句话说 有些奇葩 我也是刚刚送走一个朋友 现在也没什么事情 你今天要去亚伦大陆肯定去不了的 不如我们去天图城坐下再说 盖石田看起来很是豪爽 似乎是非常喜欢结交朋友的那种人 好 敌九刚来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去天图城了解一些情况也好 盖石田很是健谈 还没有到天图城 敌九就知道了他名字的来历 他出身农家 家里有十亩良田 他一出生 叫着盖石田 可惜好景不长 在他十岁那年 来了一群人说 他家田下是一个材料矿 想要挖掉这十亩田 盖石田的父亲自然不愿意 结果被人打死 盖石田的母亲就带着盖石田逃离了老家 后来盖石田因为资质还不错 加入了一家宗门 你去报了仇 敌九随意地问道 盖石田眼神黯然下来 随即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 不要说报仇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是亲宗的弟子 说不定都被这些王八杀了 算了 不说这 天图城报了 敌九也看见了天图两个大字 这两个字悬浮 在一座气象万千的九级护镇之上 给人一种磅礴质感 一条至少二十多帐宽的白玉石路 通往城中 路上来来往往的修饰 多如牛毛 敌九神念 随便扫一下 就发现 这里比他修为高的 实在是太多了 虚神和辟海镜一大堆 还有一些 他根本就看不透修为 估计至少是城顶之上的强者 盖石田 似乎忘记了石牡田的事情 指着天图城对敌九说道 这个城之所以叫着天图 就是因为这个城 是一座旅途中的修真城 整个小中央事件 有七城以上的传送镇 都集中在天图城对面的 小中央传送大殿 就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 大家无论是想要从这里离开 或者是来到这里 都必须在小中央传送大殿进出 天图城和传送大殿 只有一条路相隔 所以这里越来越繁华 是不是只是传送到四大路 才需要资格令牌 别的地方不需要 敌九第一想法就是回到横玉星 忍不住又问了出来 盖石田嘿嘿一笑 除了四大路之外 需要传送资格的也不是没有 只是并不多而已 大部分地方只要临时 就可以传送过去 至于四大路 至少你要满足四个条件中的一个 才有资格传送 敌九赶紧一抱拳 还要请教石田道友 听到有四个条件只要满足一个 敌九心里倒是略微松了一点 他就不相信四个条件 一个都满足不了 敌兄弟 我见你就比较投缘 我是你九大家以后朋友相称吧 盖石田挥手说了一句后才解释道 要从小中央世界传送出去 条件一你是化真境界的修饰 敌九沉没 下来 他现在的修为距离化真 那有十万八千里 感受到敌九的沉没 盖石田继续说道 你不用担心 只要努力 将来成为盗榜上的人 一样有资格可以有这个 传送到四大路 什么盗榜 敌九立即问道 盖石田很是耐心的解释道 盗榜分为三个榜单 其一为海榜 就是小中央世界 辟海镜修为之下 包括辟海镜所有修饰当中 你的实力能排在前108位 其二为顶榜 顶榜指的是 你的实力可以排在所有成顶镜修为 包括了成顶镜之下的前108位 其三为升榜 那就是你的实力 可以排进洁生镜修为 包括洁生镜之下的前108位 你能进入这三个榜单 那就是进入了盗榜 如果你是到榜中海榜上的修饰 当你的修为跨入了成顶镜 那你就自动离开海榜 离开海榜后 传送资格依然可以保留三年 三年时间 如果你没有跨入更高层次的盗榜 也没有跨入花真镜 那也会失去传送资格 敌九有些傻眼 他现在元魂五层 就算是他可以越即战斗 能对付虚神出七的家伙 可他距离海榜 还是差得太远了 哪怕最差的辟海镜修饰 他也肯定不是对手 更不要说海榜上的强者了 强者云集的小中央世界 海榜上的那108个修饰 不用问 也是强者中的强者 说不定每一个都可以越即对战 以他现在的修为 和这些人争夺海榜 他估计是活腻了 难道辟海镜以下没有榜单 敌九有些不甘心的问道 戴石田说道 有啊 在辟海镜之下 还有一个前道榜 这个前道榜上的都是 将来有可能跨入到榜的天才 足足有一千个名字 不过没有用 前道榜可没有传送资格 实际上升榜之上也有一个榜 叫着花真王榜 这个榜只有36个人 每一个都是顶尖的花真强者 那如果想要去亚伦大陆 还有别的方式吗 敌九有些无奈 实在没有别的途径 他只能定下心来 修炼到辟海镜 再说 到了辟海镜 弄一个海榜上上 这样的话 他也算是有资格去横玉星了 还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丹会认证的七品丹王 一种是七会认证的七品七王 盖石田答道 敌九立即就激动地问道 那石田朋友 王震师呢 如果是七品王震师呢 盖石田摇了摇头 正道强者没有特殊的优惠 也没有给出传送资格牌 敌九心里一沉 他叹了口气 当初他就应该学习炼丹的 若他一开始就学习炼丹 说不定 现在他也是一个 接近七品的丹王了 此刻他心里想着 到底是成为一个七品丹王 或者七品七王花的时间更短呢 还是成为一个 辟海镜花的时间更短 敌九兄弟 你看见那个红发男子了吗 他就是海榜排名第93的红葵 两柄大锤 非常可怕 别看他才辟海镜九层 我听说一些寻常的成顶初期 都不敢和他打 真没有想到 居然能在天图城 看见海榜上的红葵 盖世田不知道敌九在想什么 他在看见红葵后 就激动地指给敌九看 敌九看过去 果然看见一个身材健壮的红发男子 从他身上的气息 敌九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红葵至少是屁海镜后期 同时他也能感受到 红葵的气势碾压 很多认出红葵的修饰 都是下意识地 让出了一条空旷的通道给他 敌九甚至看见一鸣 他隐约看不出来境界的修饰 也下意识地让开了一些 要知道他看不出来境界的 估计都是成顶之上